在安徽省合肥市肥通县想岛乡敬老院 有一对相加210岁的百岁老夫妻 10月17日 记者来到敬老院 探访百岁老夫妻的长寿秘诀 据了解 两位百岁老人爷爷叫王家鹏 奶奶叫陈红英 都是1913年出生 105岁 尽管年过百岁 但两位老人身体硬朗 做事十分有条理 看到记者来访 还从房间里拿凳子招呼大家坐下 喊着老伴前来招待侧人 两位老人虽然生活在计老院 但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动手 平时收拾房间 打扫卫生 一时起居安排得十分规律 两位老人闲不下来 平时喜欢剥豆子和散步 帮食堂摘菜 两位老人相互照顾 很少需要别人帮忙 还有就干活吗 你说让子替你干活 这样不要干活了 这样子替你干不懂 生活比我们干了 两位老人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年结婚了 但回忆起曾经朝夕相处的日子 依然粒粒在目 过去生活艰苦 王爷爷和陈奶奶种田养家 如今生活改善了 王爷爷给奶奶买了一顿手镯 陈奶奶很喜欢这只镯子 戴上后便再没有取下 据安徽省老龄工作委员会统计 王爷爷和陈奶奶是安徽省年纪合计最大的一对夫妻 谈起他们的长寿秘诀 他们认为不吵架不憋气 心态好最重要 想老乡进老院院长赵成江经常与老人们见面 他认为两位老人勤快爱运动是他们的长寿原因之一 他也呼吁社会这些能够尽老爱老 关爱身边的老人 他长寿的没决定 也就是生活 生活是保持持续 生活清单比较有鬼力 另外老人家勤劳 勤劳 混血资本上不去 就是社会主 多运动 多活动 不管什么事情 他都干 家是到一百多岁了 家私立委员 都不给我们讲 都自治动水 生活自治 自治能安排好